希望大家了解,不管你是必士舞姿,还是你是批批舞姿的去运动,要经过三个步骤,哪三个步骤,我说这三个步骤很重要,是要表现出来,是要突出出来,那就是膝盖,膝盖的画面,然后脚,然后身体到达,就是膝盖,脚,身体,膝盖,脚,身体。 我们现在大部分去跳tango,你知道吗,tango的舞蹈风格当中,它有连续的动作,但是很多时候它有断续的动作,但在我看来,所有的动作当中,我们的节奏是要把握在,牢牢地把握在我的脚上,我的节奏的表现是在我的脚上,所以说我要把tango的这种所谓的铿锵有力的感觉做出来,所以说,但是呢, 当我们很多人在跳tango的时候,当你脚下有力量的时候,身体也会变成了一段,一段,一段,这样是不好,如果身体上下分为两个部分的话,我要看到身体的上半部分,是流畅,没有任何痕迹的运动, 但当我看到你脚的时候,你的脚是非常有断续的节奏感,如何去体现这么好,这么自然的一种感觉,大家需要练习,比如说,我们很多人在出脚的时候,看过出脚,首先就变成了脚后跟,我跟你讲啊,这个就是绝对的大错特错, 到出脚前,先是脚后跟,你就完蛋,为什么呢,之后你就会发现,你会推地板,当你一推地板,你的身体就会产生一个质挺,然后第二个,再推地板,身体又会质挺, 所以我们要看到身体的连续性和脚的断续感,我们就一定要遵循膝盖,脚,身体,膝盖,脚,身体的这么一个过程,如果你单看我的脚,我是1,2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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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一个感觉,但是呢,如果我配合上我的身体,我尽可能保持身体的稳定运动,不要身体也在断续,断续,断续,这样的好,舞蹈都不流畅, 所以我们要保持脚的断续和身体的连续,1,2,3,4,5,6,1, done,是这种感觉,脚要确定在运动,我看很多拉丁老师教得非常好,有的时候我们要学拉丁老师,人家真的教得很细,比如说我们看,在上步的时候,哇,那个脚很要求,对不对,人家也很要求这个感觉,力量保持,